大家好我是史考特 歡迎收看一分鐘健身教室 在健身族群裡高蛋白飲食非常受歡迎 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好吃 嗯這個見仁見智 而是因為蛋白質就是肌肉合成的原物料 就像建造高樓大廈的一磚一瓦 辛苦鍛鍊之後如果不補充蛋白質 肌肉是不會長的 所以多吃蛋白質在健身族群裡面 已經算是標準的建議了 但各位看醫療專業人士寫的文章 會發現他們對蛋白質的態度保守許多 醫師營養師總是叮嚀人們要小心 蛋白質吃太多不但會變胖 甚至還會傷害腎臟 練出好看的線條固然很好 可是如果賠上兩顆腎臟 可能就不太值得了吧 腎臟病的患者 時常被建議要限制蛋白質攝取 因為蛋白質代謝後的產物 是由腎臟排泄的 高蛋白質攝取會增加 腎臟裡面微血管的壓力 這個對已經受損的腎臟來說 是雪上加霜啊 這是好像公司的老闆 今天突然把20%的員工裁撤掉 然後把所有剩下來人的工作量 增加20% 你覺得剩下的員工會使命必達 加倍努力工作 還是集體罷工 跟老闆說我不幹了 但我們剛才說的是腎臟病患 是裁員後人手不足的公司 如果我們今天腎臟是剛出場還全新 公司人力充足的話 也要少吃蛋白質嗎 2024年發表於 營養前線的統合性研究 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該研究發現高蛋白質飲食的族群 腎臟病風險減少了18% 如果今天是吃很多植物性蛋白的族群 腎病風險甚至會減少23% 我們看到研究中這幅圖表 植物性蛋白每天攝取20公克 會大幅降低腎病風險 吃到30-40公克 甚至風險還會降更低 另一篇2018年在營養學期刊上的統合性研究也指出 在短期一到兩週 到中長期一到兩年的臨床試驗裡 高蛋白質攝取並不會造成腎臟功能的損害 所以高蛋白質的安全性已經確定了 醫生、營養師都在亂說嗎? 欸倒也不是的 仍有部分的研究顯示 蛋白質攝取較高的族群 長期看來有比較高的腎臟病風險 增幅可以達30% 其他學者也認為動物性蛋白會造成慢性發炎 零與酸性代謝物質累積 在學理上這可能會對腎臟造成負擔 看到這邊各位是不是已經糊塗了 同一支影片的前後說法就不一致了 一下說高蛋白安全 一下說高蛋白傷身 史考特是不是早發生失智呢? 事實上高蛋白質飲食的科學現況就是如此 研究間結論有衝突 科學家的看法也不一致 還沒有一統江湖的理論出來 也難怪不只一般人搞不清楚 就連許多專家們的態度也是曖昧不明 不敢把話說死 史考特拍這支影片 就是想把目前的科學矛盾給指出來 並且邏輯分析這些矛盾之後 來告訴大家說怎麼吃比較好 以下請聽我的分析 三高才是腎臟病的主因 根據衛生福利部的新聞稿 三高也就是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 是造成慢性腎臟病的主要原因哦 洗腎患者在透析前的一年有高達8成 罹患有高血壓 4成有糖尿病 3成有高血脂 除了三高之外 吸菸、肥胖以及不當的藥物使用 也是影響腎功能異常的原因之一 所以說起來三高、肥胖、抽菸、亂吃藥 才是腎臟不好的主要因素吧 裡面並沒有提到高蛋白飲食啊 衛福部並且建議民眾 說建立良好的飲食跟運動習慣 定期健康檢查 並依照醫主來控制三高 切勿服用偏方草藥或來入不明的藥物 才能夠遠離腎臟病哦 但講起來也蠻沮喪的 每次醫生告訴大眾們說 減肥、運動、控制三高 你的腎臟才會健康 結果完全不會引起任何人注意哦 觸及率跟討論度都超級低的 可能因為太老生常談了吧 不夠酷、不夠炫 了無新意啊 但如果我今天改說吃這個 由某某專家開發純天然的護腎保養品 或者是像我這支影片稍早提到的說 吃高蛋白質沒關係 植物性蛋白能夠保護腎臟 哇那觸及率就會很高 就會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如果你真的很在意你的腎臟健康啊 那麼吃不吃高蛋白 絕對不是你該在意的第一件事情 你應該把體重跟腰圍減下來 男生腰圍90公分以下 女生80公分 然後常常量血壓 每年都做一次健康檢查 看看血糖跟血脂有沒有高 如果有高的話 要遵照醫生的叮嚀、吃藥、規律運動 然後有抽菸的人 請趕快戒菸吧 這些才是保護腎臟的關鍵 如果你抽菸三高 腰圍105公分 然後完全避免一切的蛋白質食物 我可以說你的腎臟病風險還是很高的 我個人不負責猜測哦 蛋白質攝取 其實是反映飲食現代化的一個指標 會吃大魚大肉及高蛋白的人 通常生活水平不會太差啦 飲食熱量也不會太低 而會摘戒如素 蛋白質吃不多 或者是都是植物性蛋白質的人 通常是對健康比較重視的 平常飲食也很節制 醃酒也都不會去碰 蛋白質的攝取很可能只是反映出 飲食跟生活習慣的好壞 蛋白質攝取並不是腎臟健康的關鍵 但這個只是我個人猜測 蛋白質不用吃太多 退一步來說 史考特其實也不建議蛋白質吃太多 這個不是為了保護腎臟 而是實在沒有必要多吃 2018年的英國運動醫學期刊 發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統合性研究 這篇研究指出 針對有再重訓的族群 蛋白質攝取在每天每公斤體重 1.6公克就很夠了 多吃並不會長更多肌肉 過往健身圈時常有每公斤體重2.2公克 也就是每磅體重1公克的建議 這麼高的蛋白質攝取 其實是大可不必 受益最大的還是賣營養品的廠商 不過這邊也提醒 這篇研究試用的對象是自然健身者 如果你今天是使用體能增強藥物的運動員 那吃每公斤體重1.6公克的蛋白質夠不夠 老實說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我沒有答案 根據國民健康署的調查 台灣成年男性每日攝取的平均蛋白質總量 為建議值的百分之1百七 成年女性則到達了百分之150到159之間 大家蛋白質早就吃很多很多了 根據上述的數字推算 台灣男性平均的蛋白質攝取早就接近 甚至超過了剛才提到的每公斤體重1.6公克 根本就沒有必要額外補充了 再補充也不會長更多肌肉喔 簡單來說 雖然我們還不確定高蛋白質會不會傷害腎臟 我個人認為高蛋白飲食 根本就不是保護腎臟的重點 但是一般訓練的族群 也實在不需要刻意補充蛋白質 像我啊 如果是非常忙碌在外奔波 中午只有時間吃個三明治或者是飯糰 那麼我的確會多買一瓶豆漿喝 或者是晚上回到家之後再多喝一杯乳清 但是如果三餐都正常吃的情況下 我個人是不會再額外補充蛋白質的喔 多吃植物性蛋白 如果你沒有三高 體重控制的很好 有規律運動 雖然明知多吃沒用啊 但是還是想要衝高蛋白質攝取量 盡一切努力把肌肉量衝高 有吃有保閉 那麼我該怎麼做 吃植物性蛋白可能是一個好的折衷方法 在上述的研究中喔 我們提到植物性蛋白護腎的效果特別好 植物性蛋白比較不會引發發炎反應 以及增加酸性的代謝物質 如果你今天一餐吃兩片雞胸肉 可以考慮把一片雞胸肉 用豆漿、豆腐、毛豆、黑豆、堅果、天貝、藜麥去遞換掉 等於一種蛋白質攝取不變 但是動物性的來源降低一點 植物性的蛋白拉高 這可能會有一些幫助 好最後我們針對以上的資訊再來總結一下 讓各位觀眾不再困惑蛋白質該怎麼吃 沒有在健身的朋友們 除非你吃的很特殊 例如極低熱量或者是全素 否則你的蛋白質攝取應該是很足夠的 不用再課外補充了 如果你希望長肌肉 請開始做重訓 光吃蛋白質是沒有用的 而如果你想要保護腎臟 該做的事情應該是 你確保你的腰圍有符合標準 好好的控制三高 有在規律健身的朋友 建議你的蛋白質攝取 拉到每天每公斤體重1.6公克 以達成最好的增肌成效 目前沒有充分證據顯示說 這樣是會傷腎臟 吃超過這個量 對增肌也沒有幫助啦 有三高 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老年人 這些族群腎臟出問題的機會比較高 我建議定期做健康檢查 來追蹤腎臟功能 這類的朋友 在進行高蛋白質飲食之前 先與自己的醫師討論看看 不要自己夢著頭亂吃喔 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別忘了幫我訂閱跟按讚 我是次見掰掰